这场我来做最后的这个一盘的附加赛 以次的成绩取得胜利 特别突出的特场技术 在比赛当中的体现的不太明显 对了 斯拉哥反手发力 漂亮 好球 斯拉哥的反手是他的优点 我们现在看了这两个反手远台这么反拉 两板反拉 好刀布了 那这个你看 本来你看质量挺高的 反拉 只要他腾出位置 也没有意思 现在双方打成9比9 反手发力 这个球很珍贵 现在开局是5比1 对 拿过一次 对 那接着就是斯拉哥是第三人了 其他都是在这个中国队上 快挂盘了 到了那种状态 这个就是这样 其实每一个人都如果说你还要追求的话 你要调整 调整了以后这个马上来 因为这一面有两个问题 好球 这板球张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起了个大凿根本没有拉出劲来 其实也没必要拉 太勉强 反拉技术 反手的这个防转弓的技术 我觉得比以前有一个质的得分 这也是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 好球 又是一板 斯拉格反手 在防守的 在这局比赛当中 现在 斯拉格逐渐的把比分拉开 这是一个运气球 时间段 这一球漂亮 斯拉格自己也在提醒自己 这个落 直接往枪口上撞 7比8 8球酷彩 张宇接着拉 张宇接着拉 带着8了 你还激动 漂亮 漂亮 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力 这个球尽力了 2 1 2 好球 好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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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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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球 全球 这个球侧身的时候拉到了板边 漂亮 高的质量 所以这个球还是被张玉反射欧洲一战 那么每战比赛呢 有两个回合的教练 同时呢 每次呢 都是有五场单打 有不同协会的五个运动员组成 后面敢不敢出手 紧张 他有点想法 手有点硬 手有点硬 拉起来 反射反拉 哎呦 这块球张玉确实不错 手到擒来 快死 十比七 如果造成这个形式下去 我看到他今天一直在追后面就追上了 很着急 对 好了 对 这样张玉拿下了亚洲民进队的最关键的一分 这样双方呢 在总比分上就打成了五比五平 接下来